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唯一不同的就是我也看到有报道说 中国的进出口竟然四月份据说创纪录 显示出非常好的 但是什么原因没解释 它到底进出口为什么出现这样的相应的比较好的增长的数字 而其他所有的数字都是衰败的数字呢 这就形成了对比 不知道什么原因 我们现在也很难评论 但是呢我相信每一个普通的人呢 在国内生活的人呢 你每天吃饭的时候 领工资条的时候 你交房费的时候 你能体会到自个儿日子是怎么过的 我相信朋友这一点是最真实的 就是其他的呢都是虚的 这数是真的 第一个第二个 昨天我们提到一个有篇文章 有期节目提到 2.7万亿呢 美元的钱呢 被贪官裸官 弄出去 很多朋友呢表示非常愤慨 有朋友说牙都快咬碎了 那2.7万亿美元呢 大概相当于 如果那个统计数据是 2000年到2009年 相当于从2009年往后推的 5年的GDP的增长 相当于2011年的 全年全国的GDP的 36%到38% 很多朋友非常愤慨 其实我再跟大家说一句 你别咬牙啊 牙是自个儿的 我们认明白就行了 这是被美国政府统计出来的 被移出去的钱 对吧 无论怎么讲 有一个基本的概念 就是我们猜 基本可以猜到这份上 移出去的钱 如果对比这些中共的高官 在国内 他们各自私自占有的 国家财产的那个总额的话 被移出去的钱是少的 我们都 大家想也可以想得出来 应该是少的 因为能够有条件移出去呢 和今天裸官还在家里 还在挣呢 这是有个对比数的 如果这么算下去 过去的20年 邓小平说的那20年 杀完学生 大国崛起的20年 江泽民闷声发大财 造成血债帮 这样的20年 全中国人所创造的财富 比如说 我们创造了 十万亿 我们就举这例子 估计十万亿里面 搞不好 有九万亿 都被人家占了 有那数啊 对吧 国营企业 大的亿万元户 亿万元户啊 百分之九十一点几 是太子党 这道理很清楚啊 不是咱 所以我一直有 有朋友讲说 自己也发点小财啊 自己这个自己那个 我就跟大家形容过 那是人家的刷锅水啊 有人说人家吃着我喝汤 没意思你还喝汤呢 你真不知道天高地厚 你喝不着汤 你都不知道汤是啥样 什么怎么煮的 你都不知道 人家刷锅的时候 离着老远 溅出一滴刷锅水 啪 正好你一吐舌头 掉你舌头尖上 你饺子是美味 你就给扎不进去了 你就发财了 就这么点事 树在那摆着呢 您说对不 如果你还不信 再另外一个说 希望今天中共当官的 把他们家的财产 他儿子 媳妇 是哪国的儿子 哪国的媳妇 孙子上谁家当孙子去了 给列了牌 就这么点官 中央委员204位 中央候补委员300来位 中央中级委委员100来位 省就这么多 省市自治区就这么点 省长副省长 部委也就这么点 他们家那数会统计不出来 我们统计局的统计部 国家统计局的总局长 想要GDP走多少 党要求多少 他就能出多少 这点数是弄不清楚 不会 对吧 加减 连成除都不用 加减就成了 但为什么就拿不出来 他不能 他怎么拿呀 对不对 他怎么拿呀 最简单的事 在中国就是最难的事 因为最简单的事 就是最真实的事 就这么点事 在这个背景之下 网上财富杂志 其实是英文的 财富杂志呢 登了一篇文章 文章谈到的是 中共权斗跟经济问题 所以我觉得 还说什么 中共权斗和经济问题 中共权斗就是为了 最大限额的占有 今天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财产 成为他们家 别的都是假的 那咱就看这篇文章 怎么说的 中共权斗对中国经济 意味着什么 文章讲说 这篇文章是财富杂志 在11号发表的文章 文章直接的一名呢 就是这个名字 他说最近一个星期六的傍晚 薄熙来这种不寻常的落马 仍然在上演之际 一群朋友 有钱的朋友 有头有脸的朋友 在北京郊外的一个 优雅的别墅里聚餐 这个别墅的主人 是富有的家世显赫的年轻夫妇 而坐在一起吃饭的 是一群今天在中国社会 最出色的私营企业家 还有一位高科技的巨子 另外两个是在 中国经济决策圈当中 有朋友的私人股权投资人 还有一位是成功的律师 有头有脸的 利用体制自己发达的人 本章讲说 这个聚会呢 大概有三个小时 主要的讨论的题目 就是薄熙来 这如此动荡的仕途的生涯 以及很多相关的传闻 再有就是薄熙来的老婆 怎么杀了海伍德 和海伍德到底有什么关系 所以这就是我提到 大家不用去想象 如何那些与头面人物 他们谈论的基本也都是这些 吃喝拉撒睡 坑蒙拐骗拿 对吧 那大家谈到这些事情 说着别人 其实很多人就在想着 掂量自个儿 因为处境类似 文章有一位客人是个女的 她是这么讲的 中国可能刚刚经历了自八九六四之后 最大的政治危机 尽管这一次是更为微妙 没错 这一次的微妙程度 是整个一槽烂 错综复杂 交织在一起了 理不出过头 看不见尾 也不知道中间是牵了多少条线 给滚在一起了 就是这么回事 我相信所有的朋友 如果你精心看一看 都可以意识到 今天中共政局最高层的 政局和社会层面的 高级层面的人员 在这件事情当中 呈现出来的状态 就是我刚才描述的 他说微妙之处就在于 很难解读此次危机的本质 以及此次危机对中共前途 以及此次危机对中国政治前途 和经济前景的影响 在五月份 法国李昂证券亚太区市长 发布了一条研究报告 断言 那薄熙来的落马 将会对中国经济和政治政策 不会有具体的冲击 但是根据高层的商人 及北京政客的消息 薄熙来不能在每十年一次的 这个领导层换届进入常委的话 毫无疑问将会冲击到经济政策 其实这是一个完全的路线斗争的说法 因为它是英文翻译过来 大家看起来就有点别扭 那他提到说 在法国 李昂证券交易所的研究报告认为 薄熙来的下台不会造成冲击 这是他的说法 外人的说法 法国人的说法 但是作为北京圈里面的人都深深的懂得 这是完全路线上的改变 他明确讲说 实际上对于正在争夺北京权力的很多派系而言 薄熙来的失势是一个对他们极其有利的迹象 没错 薄熙来的失势就造成了其他本来没有机会 但是今天成为了有机会 本来原来有一些机会 但是遇到薄熙来势力的对抗 那今天可能他们已经成为了一个真实的机会 这就是权力斗争的一个直接的表现 文章紧接着讲说 正像一位律师所描述的 薄熙来的特点非常鲜明 讲熟悉薄熙来的人都知道 他挥霍自己的权力 那薄熙来常常超越宪法 当然中共通常都是这么做的 只是具体的党内的官员 在具体事件当中 他们的做法有差异 其实我觉得这话呢 是站在外国人的角度在看 说薄熙来超越宪法 什么叫薄熙来超越宪法 薄熙来上级牛连把宪法再改了 就这么点事 对吧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 你翻翻 改了多少次了 老改 真的 老改 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 改变的这种频率 超过一岁小孩换尿布的频率 但是你看看正常社会的国家 宪法很少去改通 他要把党要把宪法改成 符合党的现在党的领袖的要求 他个人利益的要求 那他就得改呀 对吧 有人爱吃酸的 有人爱吃辣的 宪法就跟酸的辣的一样 所以今儿改成酸的 没人改成辣的 这里他说的 好像薄熙来眼睛里没有法律 他紧接着说 中共通常如此 不是中共通常如此 他就是这么干的 那至于说 各个领导人的概念不同 所以对宪法解读的不同 各个领导人在利用法律的时候 手法不同 心态相同 这么去看就对了 除非他废除一党专政 这也就是我一再提到 胡锦涛必须明白 你想再次利用成为玩弄宪法的人 在这一次的过程当中 苍天给予了你有力的机会 结果你解读成 我有力了 你自个儿有力了 成为了党内的真正的党魁了 然后法律成为你的手里的玩物了 宪法成为你手里的玩物了 你也这么去解读的话 那你惨了 那你惨了 道理很简单 你没能力弄掉薄熙来 你没能力把王立军最后逼到那份上 网上有传闻 说你怎么怎么逼的 扯 我跟你说 你让我说扯 说得很清楚 王立军是在被美国拒绝之后 求其下策才找到你 没错吧 在这个背景之下出现的状况 那在这种渔翁得利的背景之下 你讲的字眼还如何的话 在延续这种做法的话 会死得很难看的 为什么呢 天意显示出来 天意显示出来 是给你当权者机会 当你去拿到这个机会 自我去解读的话 你等于亵渎天意 亵渎神佛 这就是我说 如果你敢再利用共产党本身的体制 去维护自己权利的话 会死得很难看的 没咒任何人 我说的是天意的解释 文章接着讲说 在薄熙来逝世之前 对下一届政治权利的争夺 是来自三方力量 这三方力量呢 其实我跟大家也提到 我这三方力量呢 就是很简单 薄熙来自己独立一派 那血债帮 其实就是原来的江家帮一派 再加上胡锦涛一派 胡锦涛这一派呢 跟温家宝呢 有点摩罗两可的这种概念 因为胡锦涛相对来讲呢 团派的势力比较深厚 比较明确 而作为温家宝来讲呢 他一直是这种 这种科技官员 这种技术官员 那技术官员呢 在整个势力内呢 他没有这种明显的这种派系 就是上下这种联系的这种派系 不太明显 这样形成了这种目前的概念 而他这个分析呢 跟我们原来跟大家伙分享呢 是一样 所以文章最后呢 他是这么结论的 他说这场争夺战 结果如何 目前还不清楚 但是其风险度 却前所未有的 最近的经济数据显示出 是低于当局期望的 无节制的经济增长的时代 可能已经结束了 那工业生产和出口 急剧下跌 中国的挑战在于 如何振兴 小型和中型企业 麻省理工学院的 政治学家 黄亚生说 对于这些企业来说 合同和一个更稳定的法律制度 是至关重要的 这里呢 我想暗含的一个概念就很清楚 企业做买卖 商家做买卖 最难的是什么呀 要钱 要钱 就是黄世仁呢 难 黄世仁难在哪呢 就是钱借拿出去的钱呢 弄回来 我觉得这是他最难的 所以我相信这里他提到了 所谓的合同 和一个更稳定的法律制度 是至关重要的 权力在中国社会 是一顶一的 法律是另外一回事 所以文章接着讲说 北京也想有一个高科技的经济 而在这种经济中 知识产权本身的保护 就尤为重要了 换句话说 北京在这方面需要提高效率 越早越好 现在薄熙来已经构不成阻力了 而更多的理由相信 这个或许可能也就在发生了 他是英文翻译过来的 就有点别手 那我自己想说呢 他所期望 就是要把权力曾经推崇出现过的 这种政治权力绝对化 在社会层面要给它弱化下来 而独裁的体制 要想把绝对权力弱化下来 就会跟这个体制有冲突 当有冲突的时候 社会就会更加动荡 这种冲突 就是独裁的体制不去掉 法律就永远能够拥有它正常的位置 这就是最关键的一点 所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 我一再强调 甭管今天谁得势了 今天的大的背景环境 是这种天意 而谁想利用天意 获得自己的好处的话 那你就死得很难看 这篇文章的原题目呢 实际登在了CNN的网站 这个财务的网站这里面 所以这里面 我们看到的就是原文章的出处 那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